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痛哪个部位 这两个后跟 这两个后跟 好 您用这一脚好了 用这一脚 这样抬过来 大家看 竹根你说这里是吗 还是这里 这里 就是整个这个后跟 这个后跟那就确定了 差不多有两年这样 已经两年了 那怎么 就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一两下我也会这样暗暗一下 你也会啊 你有听过 我没听过 我很早就知道你的网站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你那个学 然后在就是说在自学中 我就是帮助人家做 然后也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就其中我学了不久之后 就有一个我朋友他的儿子13岁 他是会气喘很厉害 他说以前他每一个约都要去挂屏 挂一个礼拜 然后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说你今天不要过来 他说我儿子病了要去挂屏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病 他就给我讲那个气喘 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 我说那不然我去帮你试一下 后来我就到他家去帮他做 刚刚去的时候他刚刚挂屏回来嘛 挂一次 然后就脸轻轻的 然后嘴唇直直的 没血色 然后我做完之后呢 他就马上这个血色 脸色就红起来 这个嘴唇就有血色 然后我以前我是用那个 那个叫做一贴肋 可以12个小时的 然后我就用这个拇指给他 从头一直按按到这个腰 然后我就给他那个一贴肋贴一下 然后他第二天就没去挂屏了 他妈妈就讲 这个气就不是呼呼的那么厉害 他原来西医的医生说 他说你如果不来挂屏 还打电话给他 看你怎么第二天不来挂屏 他是很危险的会长成肺炎嘛 然后他说他已经缓解了很多了 不用挂屏了 后来拿回来的西药也没有吃了 然后我就这样做了 我就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就对你已经仰慕了非常久 是喔 后来我自己原来血糖膏嘛 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 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油都没吃药 是 这个我先这样跟大家稍微解释 一下喔 我们网站喔 台湾有一个设立 张兆焕疼痛基金会的网站嘛 那我们刚开始设立的时候是 要解决全人类所有的疾病 那我们当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就是 以各个宗教采取等据的欢迎 也就是不会偏向哪一个宗教 或是哪一个团体 我们不跟任何一个团体或宗教 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如果今天基督教的要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也欢迎 佛教的要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也欢迎 或是任何宗派要来合作的 我们都欢迎 只要要帮助人的我们都欢迎 那我们就是跟各个所有团体 都采取怎么样等据 所以如果你们看我们网站 设在哪一个人某个人的部落格 那绝对是被copy过去的 因为在之前我在还没有来这里之前 人家就有说我的网站好像 很多地方都可以搜寻的到 那第一个搜寻的到 第一个被抓出来的不是这些 我听起来还不是 是一个大陆的网站 听说我已经过来大陆 我人还没有来 其实我的网站已经过来 而且到最后还有人 把我早期的书 就是从网站download下来 然后卖书 然后宣称 这是张召汉的原始点疗法的绝版书 表示我这个人差不多 已经绝版了 以后不可能再有新的 所以还有在卖 可能在小部小地区卖 那时候我听了很多 那我在台湾也有人搜寻给我看 就是上大陆的网站 用简体字喔 打一打 结果可以收到我 那是早期 那是吧 现在还有 所以早期最先把我的网站移过来 是大陆 因为人家要年结 我也没办法 我不阻挡 但他要不用我 我也没关系 反正我无得无私 但是不要误会就是我们是跟某个宗教团体有什么 年代关系 没有 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 跟全世界 任何团体需要 只要是病人 我们通通想解决 不会说被某个宗教团体所怎么样 约束或变成他们的附体或是怎样 种种都不会 这个稍微声明一下 那这样我们也希望说任何团体 我们都欢迎啊 只要来基金会 只要是病人 那我们基金会都会全力来帮忙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你这个喔 其实在网站已经都有了 其实我这些都是公布的 要不然如果我不公布光这个主体啊 很难处理的 真的很难处理 有时候光这个主体痛 我就见过有一个我的朋友 他每天去爬山 一段时间都没有去爬 结果他就是那个主体痛 痛一两年 结果找骨科主 骨科医师也没有处理好 那骨科医师开药给他没有好 一两个月他去找他 问为什么还没好 他最后老实说 其实我的主体也在痛 骨科主任 骨科医师耶 他也在痛 所以那患者听一听 那就没得玩了 所以再去给一些另类疗法什么拍打的 那贴布都贴在这里 这里会不会好 我去看根本是贴到影子上 所以我教他从这里 那一段时间他就比较好 所以一定要找对对的位置 那这个很容易处理 那这个很容易处理就是他这里痛 一定是这里引起的 那我自己有胖 但痛得受不了就一直下不了手 自己一般对自己都会特别仁慈 对别人别人的痛感受不到 所以可以用很大力 那自己就一痛就怎么样自己搜索 所以我即使自己痛 我都下不了手 我都会叫别人来帮我处理 所以最好还是对坐 这一套就是互相帮助 所以我很鼓励就是夫妻一起来学 夫妻如果生病了彼此来互相帮忙 好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他的痛点一定是在这里 内侧的踝骨比较难摸到 你看外侧的踝骨 你看他会凸出来 比较容易见到 对不对 所以内侧的我们就稍微摸一下 他的踝骨就长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样这一点应该就在这里 好那我们就直接顶进去 这是不是很痛 这一点 这个还可以承受啊 这样呢 这里现在这里是有点疼 这里开始疼了 好 好像我按了这上面也很疼 真的啊 这里呢 还好 这里呢 这里疼 所以工具不一定要用什么 你用最轻松 其实这样是最轻松的 这个是揉屁股这个工具比较吃力 但用这种大工具来揉这里就根本不用出什么大力 就是 就是轻轻松松放下去 你看这样就很容易揉到 这里就 好那我看看 这一点呢 这样揉好像我还可以承受得住 那这里呢 这上面这边很疼 这里这一点 好 那这样呢 大力一点 更疼 更疼 那这里呢 这里疼吗 上面 不疼 这里就比较 就这里疼 好 这里也疼 这样它算比较严重 因为它连上面这里都疼 是吧 这里都疼嘛 这里就比较上面了 这个 它这里 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上面 刚刚这一个点嘛 一直延伸 所以如果严重的时候 它整条会怎么样 一直延伸上来 那可以想见它 它整个都是奔紧的 从这里开始 对 对 就是这一点嘛 所以它这一点特别 好 那如果这样揉完了 应该它会这里 就会立即改善 好 你现在再拆拆看 就比较松了 这边松很快 这个还是筋筋的 对 因为这一脚我没有处理 好 谢谢您 好 不会